天主教香港教區楊明章主教 1月3日因干衰竭安息主懷 享年73歲 澳門教區1月8日晚上於主教座堂舉行追思微殺 由李斌生主教主持多位神父共濟 總治見副主教於港道中先回顧楊主教的目跡 並指出他的性格耿直 將自己一生奉獻給天主 進力成為一位喜樂的司徒 副主教表示 我們應該要為楊主教的生命感恩 因為在楊主教身上看得見天主的臨載 楊主教一生給我看到 就是天主準備了他走這條人愛的道路 他接受了 他答應了 大家看到的是上主用一個人 將他臨在人間的喜訊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裡說 多謝天主給楊主教 用他主教的氛圍來顯示天主的工作 我們為此為祂的生命感恩 另外 中副主教也透過楊主教的生平 提醒教友要努力成為一個 讓別人在我們身上看得見天主的符號 所以剛才我說 我們的信仰是如何將自己成為一個符號 讓人看到自我 就是看到天主 看到天主的臨載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使命和責任 你不能走 因為上主說 耶穌基督說 你要成為世界的光 這個光什麼 不是像燒藥之蠟燭燃燒這麼簡單 這個光是要人家在你身上看到上主的臨載 是我們每一個教友不可以逃避的責任 最後 副主教也祈求天主祝福香港教區 以及獲任命為天主教香港教區 中座處理的湯漢書記 也祈求天主為香港教區安排一位好目者